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厦门国税地税合并 新组建的国家税务总局 厦门市税务局正式挂牌 马上就办提效能 奋发有为促发展 今天关注 极美区打造全市首个一站式会起窗口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海仓五万平方米的向日葵花海和祥安香山的各色花海陆续开放 稍后记者带您去现场看一看 厦门市总工会金秋助学活动启动 困难职工家庭最高可补助五千元 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8年6月15号 星期五 农历五月初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市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昨天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竹率执法检查组来下 就厦门市贯彻实施传染病防治法情况 开展执法检查 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厦门市疾控中心 下大附属第一医院姓林分院 五元实验学校等地实地检查 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 陈竹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厦门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 高度重视传染病等重大疾病的防控工作 及时制定传染病防治法配套法规 通过健全体系 完善机制 提升能力和加强合作等措施 在传染病防控方面取得较好成绩 值得充分肯定 陈竹强调 要清醒认识到传染病防治工作的重要性 艰巨性 复杂性和长期性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进一步健全传染病防控体系 进一步完善长效工作机制 进一步提升防治保障能力 持之以恒地抓好传染病防治工作 要坚持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 因病失策 科学防控 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 保护易感人群 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 要坚持政府牵头 部门协作联动 增强传染病防治职业吸引力 调动卫生与健康工作者的积极性 加强队伍能力建设 提高队伍稳定性 并广泛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共同做好传染病防治工作 检查组将认真研究分析大家提出的建议 及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平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徐燕豪 马旭等参加检查 省市领导邓丽平 陈嘉东 国贵荣等陪同检查 本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厦门海关了解到 五月份 厦门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44.9亿元 增长9.2% 进出口值创年内新高 据厦门海关统计 今年1到5月 厦门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197.6亿元 同比增长10.2% 占同期厦门市外贸总值的8.3% 其中出口75.8亿元 增长27.8% 进口121.8亿元 增长1.5% 5月份 厦门市对金砖国家进出口44.9亿元 增长9.2% 进出口值创年内新高 从对各金砖国家的进出口情况来看 1到5月 全市对印度进出口64.2亿元 增长21.5% 占同期厦门市对金砖国家外贸总值的32.5% 继续保持厦门市对金砖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 同期 国市对巴西进出口55.6亿元 对俄罗斯进出口42亿元 对南非进出口35.8亿元 在这其中 我是出口金砖国家的货物类型 主要以机电产品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 本台记者报道 今天上午 新组建的国家税务总局 厦门市税务局举行挂牌仪式 这标志着原厦门市国家税务局 厦门市地方税务局正式合并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统一部署和改革方案 国家税务总局 厦门市税务局 将承担厦门市内各项税收 社保费和非税收入征管等职责 承继原厦门市国税局 厦门市地税局 税费征管的权利义务 新机构成立后 厦门市内各区级新税务机构 也将陆续挂牌 为了进一步增强纳税人的获得感 国家税务总局 厦门市税务局 在筹备期间全力推进税收管理服务整合 截至目前 全市24个半税服务厅 已实现一厅通办 12366纳税服务中心实现一键咨询 门户网站 网上税务局 微信微博平台 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 全市纳税人均可享受 在线上线下一厅通办 一网通办的半税服务 下一步呢 我们将会根据放管服改革 和征管体制改革的紧密结合 进一步的优化我们的税费征缴系统 提高我们纳税人半税的变利化程度 进一步降低纳税成本 从而让纳税人啊 感觉到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市委常委 常务副市长黄强出席挂牌仪式 本台记者报道 去年六月 我是成功入选 全国八个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重点城市 并在去年底启动了为期三年的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记者从事知识产权局了解到 当前我是正在大力推进 厦门城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建设 并将成立知识产权投资公司 知识产权运营服务 是指为知识产权运营活动提供的各类支持和保障服务 通过建设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将为我是建设知识产权强势注入强劲动能 去年底 市政府印发厦门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实施方案 正式启动我是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实施方案明确 我是将以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体系为支撑 以培育高价值知识产权组合为核心任务 带动知识产权运营服务机构成长壮大 最终形成覆盖知识产权权链条 服务重点产业的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 全面融入国家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大生态圈 是知识产权局介绍 目前他们正在对实施方案中25项工作任务 进行全面规划落实 其中的核心平台 厦门城市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台 将分两岸知识产权交易运营中心 和一带一路知识产权云化报两大重点项目建设 通过这个两个模式来把我们运营体系建起来 那支撑这个体系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市政府的 现在批准 我们要成立一个知识产权投资公司 来管理这个一带一路知识产运营投资基金 构建这个运营服务体系平台 创建一个知识产权的新型智库 下一步我是还将围绕实施方案出台一系列配套政策 重点扶持创新性探索性强的领域 并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人才政策 纳入市委组织部海纳百川人才计划 进一步推进我是知识产权运营服务体系建设 本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市新闻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强带队 对案我是部分成长型企业和重点项目 了解企业经营和项目进展情况 协调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 厦门三块在线是美团在全国布局的 两个研发总部之一 利用美团的天网天眼等系统 目前公司与我是市场监督部门合作 实施大数据监管 创新社会共治新模式 他们利用美团外卖的评论系统 将获得差评较多 或者有食品质量投诉的店家 推送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让执法部门进一步关注和督查 以确保市民舌尖上的安全 新鹤研发设计中心 是我市重点项目工程 预计今年年底土建部分将全部进攻 进入内部装修阶段 建成后 这里将成为新鹤股份有限公司的总部大楼 新鹤旗下七个品牌的设计研发团队 也将同期入驻 黄强指出 企业发展离不开良好的营商环境 厦门将一如既往主动靠前 为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努力为企业排忧解难 创造最优发展环境 期待落地更多适合厦门创新发展的 业务总部或研发中心形成聚集效应 增强厦门发展后劲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全市基层挡建工作重点任务推进会 和发展壮大村籍集体经济 及村籍组织活动场所 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同安区召开 与会代表分三路前往同安区 新明镇西林村 祥平街道西生社区 庭西镇顶村村等九个示范点 实地查看村籍组织活动场所 规范化建设情况 和村籍集体经济发展情况 庭西镇顶村村2012年伸出退养后 村党总支带领村民 走发展乡村旅游的道路 通过成立顶上乡村农家乐专业合作社 积极探索党总支部加合作社模式 村民的人均纯收入 由2012年的7600元 增长到去年的3.82万元 村财也由之前的负债 转为有300多万元的盈余 这一党建带动富民强村的模式和成效 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肯定 座谈会上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沈阳强调 党的基层组织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 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 持续深化学习教育 盯紧抓实两大攻坚 推进村籍集体经济和村籍组织活动场所建设 向纵深发展 全面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整体水平 本台记者报道 近年来提升机关效能 马上就办 真抓实干 成为集美区 扶持企业转型升级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提高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抓手 通过设立全市首个一战式的晦气窗口 解决企业最头疼的递交材料跑断腿问题 通过介入项目督办 全区多条道路 多个厂区的拆建工作效率大大提升 上午9点在集美区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29号窗口虽然偏于异渝 却是不少企业来办事认准的金字招牌 因为全区78个会企事项 都可以在这个会企窗口 统一收建 集中受理 限时半截 要补贴的话 大概什么时候会下来 一只工具比没通知的 对 正常是15个工作人員 以前这个会企窗口的时候 材料要准备好多次才可以准备齐 然后刚好我今年新来 也遇到比较便捷有会企窗口 然后我跑一趟 材料上面流程都有 然后我全部准备好之后 一次性就可以把材料补齐 不用再跑很多趟 然后对我们来说企业非常方便 补贴的话拿得也非常快 作为企业申报会企材料的中转站 会企窗口对符合条件的会企事项 急来急半 对入住会企窗口的事项 进行流程实现的压缩 原来的五个流程压缩为三个流程 审批实现压缩在法定时间的40%以内 比如原本需要60个工作日审核的 企业机器换工项目 入住窗口后只需要30个工作日即可完成 不仅如此 这个窗口还成为了企业了解最新政策的咨询台 窗口旁边整齐摆放着上月出炉的 汇集指南一码通 企业不仅可以在窗口现场咨询办事流程 一码通扫一扫 还能获得温馨的办理提醒服务 办事员回去后 手机能收到办理事项的实施进度 后续办事便捷度也大大提高了 自从这个办事指南出来之后 我们更了解说补贴进行到什么阶段了 是包括说是处于材料审核期 还是说审核已经通过了 还是说已经处于等待资金下发的这么一个阶段 两年都来 这汇集事项共办理了37689件 汇集企业22817家次 总共在这个奖补5.38亿元 除了提高企业办事效能 金美区效能办介入了不少民生项目的拆建督板中 眼前软件员三期贯中路一期工程项目 全长3.9公里 涉及征地477亩 拆迁辆约4万平方米 通过最近半年的持续督办 近日全部完成征拆 项目工程建设也完成了70% 而这片直接影响周边文教区 市政道路建设的明城造花厂 通过持续跟进征拆日程 上个月全部完成征拆 进入清场阶段 位于马鸾湾新城吉美片区的 下信排鸿沟千改及回田工程 吉美区效能办则对于项目征拆过程中 九拖未决的水泥搅拌站 及一处居民违建问题 进行了征拆督办 推进项目进程 目前1318平方米的征拆已经完成 项目工程建设也完成了95% 通过紧盯重点工作和民生要事 一个个项目在效能督办下提速增效 政府与企业间百姓间的桥梁 被搭建起来 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机制 正凝聚起岛外片区建设更高效 更强劲的动力 本台记者报道 继续来关注我是即将参加的 618的全新对接项目 鹿燕医药是一家知名企业 今年以来 他们致力于医用领域人工智能 旗下的康源图像智能研究院 研发的人工智能手环 实现了随时随地检测心电图 而白骨生物自主研发的分子马达生物 毛发毒品检测仪器 只要一根头发就能够检测出 嫌疑人有没有吸毒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新电图是体检的基本项目 到医院做检测 有时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由福建省康源图像智能研究院 研发的这款AI手环 以大数据和超算中心为依托 只要带上手环 通过手机APP就可以检测心电图 随时随地十分便捷 目前这款手环 对多类心率不齐识别的准确率 达到了98.8% 据介绍 康源研究院凭借在心电图 智能判读上的技术积累 正探索技术应用的落地转化 现在已经设计了院内级 家用级 可穿戴等系列的终端采集设备 部分产品已在湖里金山社区试用 并准备在618的平台上正式推出 除了心电采集设备之外 下一步 康源还将基于 云计算加大数据 加人工智能技术的云平台 提供心电监测 远程问诊 定制服务 健康管理等专业医疗服务 它的核心技术 就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的方法 我们是使用了海量的临床的心电数据 把专家的知识转化为人工智能的判读 那么每个人其实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 能够把专家实时的方便的请到家里来 给大家做准确的判读解读 只要一根头发把它减碎溶解 再和试气盒进行反应 经过两到三小时的全处理 就可以通过眼前的这台分子马达生物 毛发毒品检测仪器 检测出嫌疑人是否吸食毒品 这款由厦门百股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花了三年时间自主研发出来的检测仪 主要使用的是 当前比基因检测更为前沿的分子马达技术 通过这项技术 可以使检测仪的检测精度达到百万分之一 让隐性吸毒人员无处遁形 目前该产品已经在山东磁博开展试点 我们借助这次628进行强力推广 希望把这个产品推给公安部门 和一些相关的机构来进行使用 本台记者报道 好 欢迎您回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明天就是端午小长假了 市民朋友如果想到城市周边休闲游玩 不妨到海仓或者是祥安去走一走 那里的花海陆续开放了 下面请夏天带大家去看一看 好的 在海仓区菜肩尾山脚下 一片面积近5万平方米的区域 种植了15种向日葵 如今这些向日葵已经陆续开放了 赏花期将从6月持续到7月中下旬 在海仓菜肩尾山脚下的乌枯水库边 这片面积近5万平方米 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地块 如今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已经盛开的向日葵 正面朝东方傲然挺立 还有不少花苞 眼看着也即将要开放 漫步花海宛如置身田园 喧闹的城市似乎也变得田净起来 一朵朵金黄耀眼的花朵 勾勒出美丽画卷 让城市充满生机 就觉得很美吧 然后突然一下子心情就特别好 以中间的观赏路径为界 东面的这片花海已经进入盛花期 而西侧的向日葵仍旧以花苞居多 预计再过一周左右将进入盛花期 这样整片花海的闪花期 就能从6月中下旬持续到7月中下旬 也就是说未来近一个月时间 市民都可以来这里欣赏绽放的向日葵 据养护管理单位介绍 这片向日葵花海 共引进向日葵品种15个 其中已取名为笑脸的这一品种居多 管理单位从今年4月份开始平整土地 并对土壤进行消杀 之后播种培育 目前已经初见成效 现在看到工人 他们现在在做那些就是拔杂草这块 因为我们都是播种的嘛 所以说原本地里面很多杂草串起来的话 我们必须要去控制 那通过人工的拔除 还要加上一些化学防治这些 所以这项可能就是我们整个养护的一个重点 本台记者报道 下面我们再到祥安去看看 祥安香山的50亩花海 这一段时间也陆续开放了 花期将持续到8月份 下午4点多 香山花海仍然有不少人在赏花 洋红 肥红 白 黄 浑色 五色花海一波而开 仿佛美丽的花丝带 漂浮在香山的半山腰 据了解 今年香山第二季花海 种植的是五色百日草 约50亩左右 近期开始陆续开放 花期将达百天 上完花海 市民游客还可以前往大邓澳头 欣赏海边风景 体验瑜伽生活 品尝海鲜 可以到朱小慧生态农场 融结园 大宅体验农家乐趣 晚上还可以到大茂山住宿一晚 体验山中的幽静 据了解 近期 祥安区还将根据 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 按照滨海清水占地文化游 田园风光休闲互动游 山海文化休闲体验游 三种游玩类型 为市民游客推介十条 游玩祥安的路线 让大家玩得更轻松 更丰富 下面我们来关注助学活动 今年市总工会的 金秋助学活动已经启动 符合条件的 在当困难职工家庭 都可申请补助 今年可以获得补助的 在当困难职工子女 主要有以下两类 今年参加中考高考 考入高中含职业高中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济工院校和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科的 和往年参加中考高考 考入高中含职业高中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济工院校和全日制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科 尚未毕业仍在就读的 其中新生入学 给予助学金 高中含职业高中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济工院校 每升三千元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科 每升五千元 此外 活动还对在校学生 分别给予助学金 助学奖励金 与去年相比 困难职工子女 在学期内 给予的助学金 补助标准 有一定调整 助学金发放对象 为高中 含职业高中 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济工院校再读生 给予资助两千元 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生 专科生 给予资助三千五百元 同时 助学奖励金 为今年新增补助项目 助学奖励金 鼓励上一学年 获得就读学校 颁发年度学业 综合奖学金的 困难职工子女 他们可凭所在 学校出具的凭证 给予资助 相同数额的 助学奖励金 但最高不超过五千元 值得一提的是 助学金 与助学奖励金 按金额高者 择一资助 不予累计 凡符合条件的 由职工 向所在单位工会 提出申请 本台记者报道 节目最后 我们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昨天 金融机构 境外环境 与社会风险 合规管理 国际研讨会 在厦门国家 会计学院举行 来自菲律宾 印度 中国等 亚洲开发银行 成员国的金融机构 和相关 国际金融机构的 上百位代表 出席研讨会 会议 以环境和社会风险 合规监管 与问责为主题 旨在通过 交流借鉴 国际良好实践 推动银行业 金融机构 提高环境 与社会风险 管控能力 我们也希望 通过我们这次 培训研讨 能够开启 中国金融机构 走向国际化 在环境社会 风险管控方面 成为国际化 金融机构的一员 第十届 海峡两岸 镇成功文化节 将于6月22号到24号 在厦门举办 文化节将举办 三门妈祖庙对接 镇成功文化节 开幕式 即镇成功 送点四宴礼 两岸 议阵斗阵行 展演等活动 参加活动的 信众及团体 来自海峡两岸 日本 马来西亚等地 预计共有 26个团体 人数近300人 达历年之最 昨天晚上 市公路局 开始队 位于五元湾的 天元大桥主桥 两道伸缩缝 进行以旧换新 维修更换 伸缩缝是桥梁的 一个重要结构 对桥梁上部结构 起到缓冲作用 天元大桥的 个别伸缩缝 运行已久 车辆通过时 常有噪音产生 需要进行 以旧换新 维修更换 本次更换的是 天元大桥主桥 靠会展方向的 两道伸缩缝 分别位于 大桥的近岛方向 和出岛方向上 我们把施工的时间 安排到晚上 是晚上10点钟 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 然后在早上6点钟之后 是交通全面开放 夜间的话 是前半夜 是占用一个半车道 然后后半夜 是占用两个车道 本次维修更换工作 为期15天 预计6月29号结束 以上就是今天下市 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 请观众厦门广电的 微博微信和 看厦门手机客户端 再见 再见